章炳梁局長 我們今天想詳細介紹 公屋單位交換計劃的細節 這是一個100%對用戶 自願兼顧100%可以還原的計劃 這個計劃將會牽涉三方面 第一方面就是出錢的公屋租戶 第二方面就是收款的公屋租戶 第三方面就是房委會 假設想出錢的租戶 叫做白先生 現在就是一個三人家庭住新界 家裏三個人都是全職住市區 希望可以節省每日加起來 高達三小時的交通時間 白先生現在住在三至五人的公屋單位 每個月的租金 因為他是富戶所以收穩3000元 他亦不介意每個月出額外的錢 搬去更方便的地區 然後就有孫夫人 他家裏有三個人 現時就住市區兩至四人的公屋單位 每個月的租金就為1000元 他們已經退休了 所以孫夫人為了想得到額外的收入 是不介意搬去另一個地區 第三方面就是房委會 他亦會負責做中間人 和負責文書處理 白先生將會出價6000元 6000元是額外的 即是6000元加上他原本的租金 我知道香港有很多公屋居民 可能租租租回餐當時 這個租賬兩個租金 3個月的那筆款項加起來是9000元 頭3個月就在搬之前已經發放給孫夫人 讓她可以作為這個調遷的金錢 最後3個月就是在解租藥的時候 再發放給孫夫人去搬到原本的單位 因為孫夫人本身要付出1000元的租金 因為她有3000元的租金應該是經這個房委會 從白先生那裏收到的 孫夫人會首先被房委會扣除1000元的租金之後 額外的2000元現金將會每月放款給孫夫人 我們建議這個交換單位最好至少是歷時12個月 在私樓的世界中俗稱死藥 不過當然這個死藥的這部分 究竟的長度應該是留給兩位租戶去決定 在這個死藥營筆之後 只要有3個月的通知 單方面都可以還原那個安排 當然他們都可以再進行這個死藥 不過這個就是希望可以鼓勵一些 不要那麼闖出地想還原的人 這個計劃都要再一次強調 是100%自願亦是100%可以還原 當然要符合這個交換的條件 首先雙方亦都是要現時的公屋住戶 第二就是雙方的單位 可定人數兩方面都可以符合 這樣才可以交換單位的 而最好的地方就是 亦都是可以 香港我相信有很多庫戶 沒有誘因去提高自己的交租額 希望可以透過這個計劃 令到防委會本身的財政上 都有更加多的收入 我們衷心希望 局長張兵梁先生 你可以考慮考慮的